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 早晨 歡迎收看 開市錦浪環節 我是黃雪盈 和大家跟進上星期五歐美股市的情況 美股反覆低修 美國3月飛龍新增值位置有9.8萬個 遠低過市場預期 但失業率就跌至到4.5%的近10年來低位 另外 投資者仍然在消化 美國向敘利亞政府發動空襲 以及聯儲局官員就住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的言論 杜瓊斯指數上星期五跌過56點 也一度升過64點 最終收市輕微下跌6點 報20656點 標普500指數下跌1點 報2355點 納斯打一 綜合指數同樣下跌1點 報5877點 然後看看美國買賣的廣交預託證 Där 造价就个别发展 汇丰置入港元教本港收市 就是偏远 步63.04元 中移动就靠稳步85.72元 中联通偏远步10.95元 中仁秀就靠稳步23.6元 三同友同样个别发展 中华游下跌0.29元 步9.51元 中石化上升0.23元 中部6.57元 中石油跌近1.5元 步5.74元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 石油股跟随油较上升 另外有避险买盘级纳金矿股 欧阳行收紧措施 将会保持审慎的预期 支持房地产股上升 银行股就下跌 伦敦富士100指数上升46点 步7,349点 弗兰克福特斯指数跌5点 步12,225点 巴黎剑指数升13点 步5,135点 上品期货方面 油价升至近1个月高位 美军攻击敘利亚政府据点 投资者关注地缘政治风险 以及担心石油供应受阻 推动油价上升 纽约5月旗油高建每桶52.94美元 收市部每桶52.24美元 上升54美元 升幅达到1% 而整个星期计上升3% 而美军空乘敘利亚的消息 一度都推高伦敦布兰特旗油 升穿每桶56美元 收市部每桶55.24美元 上升35美元 升幅是0.6% 整个星期计上升4.4% 金价就升至5个月高位 但美元上升限制了金价升幅 纽约6月期今收市部每盎司1257.3美元 上升4美元 升幅是0.3% 而现货金一度升至1270.46美元的5个月高位 期后收窄升幅 保1,254.55美元 升幅达0.2% 而整个星期计金价就升0.2% 是连续第四个星期上升 接着看看美元汇价 美元上升至三星期的位 纽约联邦署被银行总裁杜德利表示 联储局未来会避免缩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加息 但不会大大推迟加息周期 他又指利率仍然是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而并非逐步缩减资产负债表 有关言论对美元带来支持 另外,早段受到美国较预期差的就业数据拖累 美元下跌,然后期后都回升 美元指数最新报101.13 上升近0.5% 对港元就报7.769 至于对日元就升穿111水平 最新报111.52 对欧元就报1.0577 英镑1.2379 瑞士法囊1.0101 加元1.3417 欧元0.7501 楼元0.6927 至于美国国付债券 因市场维持对6月加息的预期 美债价下跌知识率全线上升 10年期国债升至2.39厘 30年期债券报3.01厘 而今早上请来的嘉宾有月财证券研究部的副经理王韦豪在旁边的Raffy早安 早安 看看美国上星期的三大指数都要向下 过去一个星期有很多焦点 包括美国向罪利亚动武、习特匯和飞龙就业数据等等 看看上星期美国向罪利亚动武对市场的冲击似乎比较短暂 习特匯这个历史会面虽然没有就着中美贸易或不行问题达成协议 但也叫做和气收场 至于各菲龙就业数据就差过预期 今个星期亦有很多数据仍然会关注 包括一些金融股公布业绩 以及将来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 或者零售销售数据等等 今个星期这么多数据去关注的时候 市场会不会这么热刺呢 当然这么说上星期来算 美股就有个轻微回跌 但整整整整个星期来说 美股的变动其实不算太大 其实大家都比较到这些位置 有点点官网气氛都挺浓厚 因为上星期虽然说多事发生 特别星期尾有几件事 例如刚才数据数到的可能集特会 上星期五突然间香港时间早早 美国又凶集叙利亚 再加上上星期尾的飞龙数据 都突然间差过预期 原想真的好似很多变数 但这几件事来说 对市场暂时没有太大的影响性 因为这样说 你说集特会方面来算 结果虽然没什么实质落实到 其实大家都预助了 但只不过见得到 起码两者出来的气氛 出来的感觉都比较温和一点 或者是OK的 没有之前大家担心有没有什么 譬如特朗普 可能又会向中方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等等 至少没有这些特别 比市场来说一些所谓惊吓 或者突然而其来的发生 所以也挺顺利地 就是过渡了 变成这件事对市场 又没有特别大的负面冲击 所以就没有太大的波动或影响 而刚才提到的一个 凶杂罪利亚方面 虽然事件是几突然的 而的确令上星期五 即是早上回来 无论香港的股市 亚洲股市 或者金 油等等 全部东西即时有反应 但那个反应就比较短暂 怎样都说 你见到可能只有一个两个小时的时间 慢慢之后 已经是叫做回稳 变成上星期五 见到美股开出来 又没有特别受这件事 有比较大的冲击 因为从今次来说 虽然可能国会方面 就不太知道 这件事会 即是发生之前不太知道 但起码这样凶杂罪利亚 美方者都说明是 回应化之前的一个化母集击 变成这件事 对西方国家来计 其实是有点的掌声出来 虽然俄罗斯不太认同 但其他西方国家 其实感觉上都可以 所以对整件事来说 又没有太大的一个出入 而且以另一边商 最后的一个飞龙所概 虽然比预期为之差 因为无论预期为之 即预期可能增加 十几二十万份 结果十万份都不够 但这件事暂时又没有 令大家对光加息的步伐 有什么太大改变 一来也可能预期 今年加多两次 而年中也有缩表 即是变相影响性 又未至于立即 会令到很大的出入 所以你看到整体来说 虽然多 但对市场又没有很大的影响性 所以你看到上星期的变量 不是那么多 而的确在现阶段来说 今星期会不会有很大的波动性 或者很大的方向 暂时未必会太明显 虽然这星期也有多东西 一来就慢慢有些金融巨企 在这星期日回来 星期日开始公布首季业绩 例如摄影大通 花旗 富国等等银行 为所有蓝筹业绩 展开罪获 但很多事都这么说 大家看得重 但对市影响性始终不是那么多 因为至于如果出来的结果 和预期不是太大出入 不会有太大的左右性 而以来的数据都一样 虽然这星期也有其他重磅的数据 但刚才提到 始终暂时大家对加息部分 没有特别大改变的时候 我觉得又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除非数据真的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我觉得对股市来说 现在还是继续托人反覆 或者拉锯 特别例如道指 都依然在之前自己降下区间 例如204至211 这位置是不断上落 我觉得未有真正升穿或跌穿的时候 整体方向性来计 不算太明显 明白了 接着一定要关注本港和内地市方面 看看内地的情况 看到有一个周末 中保监主席 就是汉进波律涉嫌严重遗迹 目前正在接受审查 暂时未知事件 会不会牵连主要内险股的高层 变成是否有一个阴霞 看到消息上来说 看到内地都严打一些监管人员 就是监守指导 听上去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长远来说应该是好市 暂时来说是否对于内地市 都有些震荡 上证指数跌7点下来 报3278点 其余的新证程指护心38 以及创业板指数 现在都是偏远 因为事件上对于内地市 都有些打击 当然你说影响性 我觉得短期点都有些少 但你说对市方面来说 所谓影响性 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 或者令到市跌很多 其实都是一样 我觉得暂时未至于继续 虽然你说 这次刚刚过去的周末 突然间有点突如其来 中保监主席汉进波 真的为己被查 当然刚才提到 大家是有点突如其来 但整个方向性上说 特别是内地所谓反贪反负的情况 不是今天才出现 所以这件事来说 会不会有很大的负面震荡 我觉得未至于 因为暂时 其实加上汉进波在内 已经是所谓中共十八大里 落华的官员 虽然他是最高级 即是金融系统里面 但其实第28个是被查 所以其实都不是一件新鲜的事 所以我觉得对市场来说 又没有特别大冲击 原上你几多上证 今天也是 现在在跌几点 但都是叫做反复绝 我觉得方向性来说 都一样 在3,250至3,300 是不断上落 明白了 至于港股方面 今早上可以高开 34点 至24,302点 看上星期五 一度大市穿了24,000关喉 低见23,982点 再加上港股 今个星期后 也会有复活节长假 今个星期或暂时的表现 会不会比较观望一些呢 当然你说高望得来 总听一句 你说向上的突破性 我觉得暂时真的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近期的动力开始少一点 成交也低了一点 而且回到高位 沽工比率有时越来越高一点 所以向上就未必那么快 但向下也好像跌不太下 因为上星期五 有些空闸 曾经是试穿过24,400 但也好像是受得住 结果又回到区间 24,000-24,600 不断上落 所以未来再加上星期五 和下星期一 港股也是假期优势 短线来说 价值价值 我觉得市暂时由一来低一点 二来方向性未必太明显 所以几边的市都一样 以这一刻来说 都是一个区间上落 特别是港股 刚才提到的24,000-24,600 可能都要再拉它多一点时间 看看何时要走出这个框框 我觉得如果走出这个框框 始终在这个框框熬了一段时间 能够走出的时候 到时的方向性 我觉得都会几明显 但只不过问题在现阶段 先等一等 好 明白 麻烦了 就是Rafi的分析 暂时大致下跌40点 至24,226点 可期指数跌22点 至10,250点 我们开始留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直播环节 以上资讯 又要财MoneyHunter提供 请不吝溜 今天的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